大家好我是Paul 周六道周五英文一起读 又来快乐礼拜五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短篇故事 粉色的 又是一个文字功力非常高的作者 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到达这个高度 就是用那么简单精准的文字去描述一些 好像很朴实很平凡 可是却有很多创意能够在里面发挥的一些这种东西 不要讲那么模糊了 我们来直接看这文章吧 所以它的标题叫做如何脱一个女生的衣服 How to undress a woman 就是dress穿衣服 undress就把它脱掉 没问题 我现在看 先把它读一次给你听好了 因为它里面倒没什么 我先看过了 它没有什么爆点 没有什么punch line之类的 I unfasten hair clips free in pent up tendrils to frame your face like a pretty picture You flutter as my lips travel from your lips and tease with a single lick while you tremble with desire My finger taps a shoe in careful contemplation Now the red stiletto stay 结束了 All right 好很短 但是很有画面 下面的评语 我是不太能够走到评语的留言的部分 因为这里上面很多人的 它的账号的头贴是色色的一些照片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不能出现在画面上 我觉得也蛮可惜的 因为后面的一些评论其实写的还蛮好的 好anyway我们从头来看一次 Fasten这个词 我相信很多人这个词应会念错 因为同学都知道这个词念fast 就快速 加个en结尾 那这里不会念成fasten 它的t就不发音了 所以这个字念做fasten 那事实上不是只有这个例子 soft是软你知道 可是把东西给软化 这个字的发音是soften 不是soften OK soften不对的 那当然也有像这个的音 同学都知道这个念作 可以念作often也可以念作often 所以这里的t发不发随便你 但是前面这两个的话 如果是动词的时候 都是t不发音的 soften fasten 这样子 那fasten的动词是什么意思 就把东西给记上 所以把安全带记上 那个g就是fasten fasten your seatbelt fasten your seatbelt 把你安全带记上 因为在搭飞机的时候 听到空服员 然后讲这个东西 那unfasten呢 就是把它给拆下来了 OK 所以他把他的头发的 那个发夹拆下来 unfasten hair clips 那这么做的时候 就造成了这个后果 斗点后又是分子勾取 所以解放了free in paintop的意思是压抑住的 paintop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三个字这样走 然后应该复合形容词加另外一个字 paintop feelings 也就是被压抑住的感受感觉这样子 那我们多讲一个字 要是你把这个东西给释放出来的话 我们常用的这个大概是可以用vent 或者release relieve relieve是减缓 release是释放 那vent的话也可以 因为vent好像ventilator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我们讲的那个医院里 sars不是sars covid之内实现什么呼吸气之类的 ventilator 那中央空调的那种 有时候你在天后板上看到一个一个那种 出气孔有没有 OK 通风口有没有 那ventilation OK 好 anyway 所以他把他的法家拿下来 就解放了这个paintop tendrils 这个tendril这个字 就卷卷的栩栩 就是tendril 你想象一下那种一些藤蔓或这些的 在墙上啪啪啪 然后会转转转转转转 转栩 卷栩栩 头发也有啊 所以今天要是你是一个卷法的话 你就会很多卷栩栩这样子 right 所以他就解放出了这个压抑住了tendrils 那这些东西解放开之后 就能够来去把你的脸 frame起来 所以frame这个字 一般我们有时候理解为一个骨架的概念 frame 所以一个人的frame很大 就在骨架很大 那frame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像photoframe的话 就是我们讲说那个像框 ok一个像框 然后里面放照片 像框放在那个门口啦 或者壁炉上啦 这些的 所以frame 那frame这个字的动词 在摄影学里面 就是想象一下你全班 你替全班同学拍个照 所以你前面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学生 right 然后你拿你的相机在那边对来对去 发现到这个角度可以capture所有的同学 那很棒 可是说不定你往左边走两步 再走两步 再走两步 发现你可以用侧面的方式 把全部的同学装在一个像框里面 这样子 然后看起来那个角度又不太一样 那可能因为光线人关系可能更清楚或之类的 那就是不同的frame 所以你要怎么去frame一个物体 怎么取紧它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frame的意思 所以他把这些tendro就把它释放下来之后 这些tendro就把这个女生的脸 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就把她的脸给frame起来了 像是一个很漂亮的照片一样 所以你觉得这个描述的有没有很好 我觉得真的描述的非常棒 OK 所以这些tendro这样散下来 因为发夹被它打开了 散下来之后就把这个女生的脸给frame住了 就像你在拍照的时候取景一样这样子 好 所以frame your face like a pretty picture 第二段 you flutter 这个flutter的意思其实是一般来说啦 就是鸟啦 昆虫之类的 它那个翅膀在鼓动的时候 就是flutter flutter the wings 这样 所以你flutter 当我的lips travel from your lips to your collarbone 所以当这个男生的嘴唇 从女生的嘴唇一路走到了女生的锁骨 所以锁骨这个字就叫做colourbone 所以colour这个词啊 一般来说讲的是那个衣领 我很肯定绝对不是第一次讲这个字 所以衣领是colour OK 那我现在穿的衣服就没有衣领 就没有colour 但是锁骨就因为在colour的旁边 所以我们就叫它colourbone OK 锁骨 All right 所以要是真的从字来翻的话 叫一领骨 没有人叫一领骨 锁骨就算了 All right 所以 它的lips 从女生的lips travel到它的colourbone 你就知道是一路清下来 所以那个女生就flutter 鼓动这样子 Suddenly I curse the fabric caging your beautiful breasts 没有发出声音的 但它却是诅咒了一下 就骂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它牵到它的锁骨 再往下就要听它nane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它就骂了一下 这个女生穿的衣服 它的布料 像是牢笼一样 所以用了一个字叫做cage 你看用的也是真的是 很有趣的选字 因为cage的意思是牢笼 那它认为那女生穿的 可能是胸罩之类的东西 就像牢笼一样 把它的内内给盖住了 关住了这样子 然后它就骂了 因为它觉得好烦 这样子 right 这胸罩干什么 天杀的胸罩 但它没有讲出来 所以强调是silently silently I curse the fabric 诅咒了一下这个布料 the fabric that was caging your beautiful breasts 就绑住你的 或像牢笼般关注你的美丽的胸部 then savor the flesh liberated with each unbuttoned button 然后它接下来 却也去品尝了这一个 品尝了它的肉体 而这个肉体是随着一颗一颗的扭扣 被解开之后 被释放开来的肉体 这样子 好 所以我有点 我刚刚停了一下下 pause了一下下 是因为我回头去在 审视前一句的时候 这个fabric 让我想到 说不定其实它是没有带 那个不辣夹的 因为 因为接下来下一句讲的是 它把它的那个扭扣 一颗一颗解开 那可能这女生穿的是衬衫 所以它刚刚在骂的是 的确是衬衫的布料 把它的胸部遮起来了 所以它把它的button 一个个解开的时候 那反正就是能够去 品尝它的肉体了 所以savor这个词 品尝 ok savor 好 所以当它savor它的这个flash flash就是你知道肉体 那这个肉体是随着 一颗一颗扭扣被解开 它们也随着被释放开来了 so save the flash that is liberated with each unbuttoned button 所以随着每一个 被解开的 钮扣 那解开钮扣 就叫做unbutton ok 好 所以 扣上钮扣 的动词 就是button ok 而钮扣本身 名词 也是button 所以这东西就知道一下下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在替你的衣服 解开钮扣 你就在unbutton你的shirt ok I need to unbutton my shirt before I can play basketball之类的 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篮球要把衣服的button 解开就能打了 但总是不管了 ok unbutton my shirt 所以button up my shirt 就是把我的衣服钮扣扣起来 所以这个词可当动词 可当名词 那再回来看一次 他诅咒了一下盖住他胸部的这一个布料 fabric 然后接下来却品尝了他的肉体 因为他把他的钮扣 一颗一颗解开了 而这个肉体现在就被释放了 所以他才说 then save the flesh liberate it with each unbuttoned button 这样大家听懂 ok 所以被解开了钮扣 unbuttoned button 这样子 然后这女生说了 拜托 ok you beg 所以他用了一个第二人生角度来讲这个女生 你求着我 beg 就求 而这个男生 他继续 其实我一点点陷入为主的认为这里面是哪个女生 你如果认为这是女女 我也不反对 然后他又继续咬下去 轻咬下去 所以nibble这个字就是 就是轻轻的一路这样子 一路咬下去 而 那个Jason Mraz有一首歌 应该都知道了 I'm yours 那里面就有 他的歌词就有说 他咬着对方的耳朵 I nibble your ears 这样子 nibble 那像老鼠去咬起事 这个在 我们很多时候 小时候听到一些童话故事 这些都有这个画面 老鼠很喜欢吃cheese 所以老鼠去吃什么东西 用的动词多半年是nibble ok so you nibble add something 就对那个东西在那边这样子 在那边吃咬这样子 ok so you nibble and I nibble my way to your waistband 他一路咬到他的腰际去这样子 那到那边之后呢 裙子很快就脱下来了 the skirt easily falls fall就掉下来 所以裙子很容易掉下来 解得开了 相对来说 相差相比之下 in contrast to 就是你知道相比之下 不同的是 in contrast to your sticky pants 而你的小内裤则是 不那么容易脱下来 因为一般这肯都比较紧嘛 所以他就用sticky来说它 然后这时候他也说了一句 你这个坏女孩 naughty girl alright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把他的鼻子 埋进了这个女生的 女生的香味中 I bury my nose 所以bury这个字 b-u-r-y 我常跟同学说 他的发音很奇怪 他不念作beury 他念作berry 他跟strawberry的berry 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 蓝莓草莓什么莓随便你 都是berry blueberry strawberry rasberry cranberries 所以b-u-r-y 也念作berry 不是beury 可是英文这个语言真的很烦 像生气怒气这个词 我都会拿来做比较 这个字怎么念 这个字跟楼上的berry 一样念作fairy 不对 因为fairy是别的字 fairy是例如说渡轮 那个叫做fairy 所以这个字念成fury 生气这样子 好 英文是个不可理喻的语言 anyway 回来 所以他就把他鼻子 埋在他的女性体香中 I bury my nose in your feminine scent and tease with a single lick 然后就挑逗了一下 用就是舔你一下 a single lick 一次舔这样子 而你同一时间 你正在充满着欲望抖动着 while you tremble with desire yeah 那他的手指头这时候去 轻敲了一下一个鞋子 可是却是用很谨慎的思考 来去敲了一下那个鞋子 so my finger taps a shoe tap就是 就tap一下这样子 所以他一路可能摸着这个女生 摸到他的穿鞋子的地方 的部分 type了一下 而且他是很仔细的来 contemplate这一件 这个动作 所以contemplate这个动词 就是思考 okay so in careful contemplation 那他最后 他最后决定就是 no 不要 脱到这里够了 为什么 红色高跟鞋留着 所以你看 他把这个女生衣服脱光光 可是呢 高跟鞋不脱 好像据了解 就是女生认为 他高跟鞋可以增加自信 他们更高一点 然后很性感 然后有的女生 是不喜欢给人家看赤脚的 所以或许留着这个高跟鞋 有他的这个 有他的意境在 所以最后一句 no the red stiletto stay 所以这边多叫一个字 也就是我的影片标题 里面的这个东西 高跟鞋我们一般称为highhills okay 一般来说highhills heels highhills 后面这个不要念成hill hill是山坡 不对 highhills 嗯 我好像没记错 好像也可以就是pump yeah 这个是比较黑人间 我听很久以前 Chris Rock的special 里面有说的 pump这个字 好像也可以当作高跟鞋 可能要再verify一下 但矽高跟鞋 叫做stiletto stiletto ok 有这么一个字叫stilt 这个词叫高鞘 踩高鞘的高鞘 ok 所以stiletto 你就可以想像跟踩高鞘 有那么一点点 异曲同工之妙 stiletto 细高跟鞋 我想要多讲一个字 就是下面这个字 我自己以前很容易把这样子搞混 就高跟 细高跟鞋跟下面这个字 下面这个字叫做silhouette silhouette 它那个h是不发音的 很多字 你知道很多字在 很多字里面的h h如果出现在中间 甚至是聚首的时候 都有可能不发音 例如说诚实 honest h就不发音这样子 那荣耀也是h-o-n-o-r 它的读音也是honor 不是honor 这样子 所以silhouette 是这个东西我点一下给你看 这是stiletto 所以细高跟鞋没问题 好 细高跟鞋 那silhouette 其实就这一个 那刚刚的翻译说的是轮廓 可是我想跟你强调 这个概念就是剪影 剪影同学可能比较熟悉一点点 所以假如你站在布曼后面 然后开一个灯 从里面打出来 然后你站在灯跟布的中间 你就会把剪影透射在布上面 这个就叫做silhouette ok,silhouette 好,懂了就好 没问题 那讲到这里可以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需不需要复习一下 我觉得还好耶 这样 我觉得今天蛮有趣的一个重点 其实是button这个字的用法 ok 所以button可以当作名词 就是扭扣 按钮也可以 那你要把一件衣服 扣子扣上来 那那个叫做button up the shirt 把扣子去除掉 解开来就是unbutton ok,unbutton the shirt 这样子 像我们讲说shirt这个字其实很多意思 像例如说sweatshirt也是shirt 对不对 可是sweatshirt是那种 不是sweater sweater是毛衣 sweatshirt大概是那一种 运动穿那一种运动衣那一种 那如果你要强调是有扣子的那一种 衬衫啦 那有时候我们叫它button up shirt ok,button up shirt ok,差不多了 真的要讲完了 我是Paul 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因为我知道这个多半是礼拜五在播的 好,那我们下周见 好,那再看 好,那我们下世人带来 好,那一村 好,好,那一村 所以我们下周见